大家好!欢迎来到MK2新闻频道!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! 3月5日是徐凯28岁生日,徐凯被于郑利捧,和吴景言出演了几部热播剧,如今也是实力派偶像流量男演员。 徐凯被粉丝堵酒店喊老公,助理帮忙提着东西打算从酒店出门,起初徐凯喝着奶茶,但出了电梯才发现有一大群粉丝堵在门口,徐凯也是呆愣很长时间才上前。 上前才发现徐凯敷着面膜,可能就不敷面膜了,其次或许是因为有起床气还没缓过来精神,如果知道粉丝在场的话,又或者没有意识到粉丝会来自己的酒店,徐凯面无表情收取粉丝们的生日贺卡。 不过明星有几个会亲自看粉丝们送的贺卡呢,所以徐凯也一脸淡然,见怪不怪了,基本也能猜测到贺卡信件的内容,不用拆开,至于看不看就看明星本人自己了。 现场聚集了不少女生,都是拿着手机拍摄徐凯,也没有说话,这期间徐凯没有笑容,也没跟粉丝们有交流。 甚至还有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粉丝堵在徐凯面前喊老公,估计早被保安托出去了吧,看到这个场景,换位思考的话,现场哄堂大笑, 如果一个男生堵在一个女明星面前喊老婆,明星喜欢偶像的心情可以理解,但对着一个男人就随口喊老公真的不好。 徐凯也只是轻轻摇了摇头,毕竟身为明星,也要取悦粉丝们,当然也要承受粉丝们的喜欢,助理,借过一下,因为人太多了,助理也是帮忙疏散通道, 语气算是比较客气了,但也不是那么柔和,谁也不想无辜被赌酒店啊。 现场粉丝们还感觉很兴奋,直接起哄。 这其中肯定还不只是粉丝们,还会有带拍的人员,丝毫不会顾及面子,直接就是对脸拍摄, 带拍的一般都是拿明星赚钱的,即便敷面膜徐凯也要面对镜头。 一方面说明徐凯人气高,一方面也说明狂热粉丝不少, 以前大家也比较热衷粉丝们狂热行为和街机行为, 看这个大大小小的手机和单反相机,但现在大家都需要保持低调, 所以对于这种聚众形式,可能感动的只有千里迢迢赶到现场的粉丝们吧。 徐凯算是有望挤入一线男演员行列的,又被于正赏识, 但如今的偶像体制,只要不恋爱他方事业应该不错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